歡迎收看全民風車霸 大家好 我是宜嘉恩 今天要幫大家試駕的車款 是法式的車款 是保濕全新在台灣推出的408 這應該是我這幾年來試駕過 在設計師呈現的美感上面 最出色的一台車 尤其是在仿生的設計上面 在這台車上面可以看到 它是最完整把它結合在一起 另外先跟大家講一下結論好了 結論就是如果你最近正在考慮一台車 尤其是車型 你的主意拿不定 你要買轎車好 還是先備車好 還是休旅車好 還是要機能性著重 你沒有想法的話 我覺得408 是你應該要去看一看的車款 這一台車 它在整體的設計元素上面 有轎車 轎跑車 跨界休旅車 或者是 Fastback 鞋背車 它各種元素結合在一起 像這種三位一體的車型 你可以享受到很多不同的好處 結合在一起 我之前也是這個品牌的車主 所以我對它其實還算蠻了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台灣所推出的408 基本上它的編程很單純 只有三個車款 入門 GT以及今天我們要試駕的 GT Premium 那麼在車型的選擇上面 我會建議大家至少從中間的GT 甚至今天最頂級的GT Premium 直接攻頂了啦 雖然價差有13萬到20萬之間 但是你享受到的配備 其實是更完整的 更符合它的外觀設計 整體的質感 它其實是提升很多的 這個錢絕對是花得非常的值得 等一下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現在各個廠牌LED日行燈 越做面積越大 這沒有什麼好稀稀 但是往往缺少一個品牌的主題性 但是寶詩在新世代設計上面 把它凸顯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它不僅拉的體積很大之外 而且它是有很明確的主題 它是獅子的療養 其他部分也搭配著它一起做設計 例如說引擎蓋上面 它的折線 隆起 它是明顯的 這個代表什麼 貓科動物的鼻樑 再往下看 水箱護罩 有一些放射性的設計 它代表的是什麼 獅子的棕毛 再往下看 代表著獅子的口鼻 然後再跟獅牙 眼睛 結合成一個很完整的獅子的面貌 在新世代的設計師 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想像力也很強 另外在車頭前方中央的部分 掛上了這一台車的型號408 那你開發系車出去 你很大的機會遇到 不管是愛車的還是不愛車的 都會因為它很亮麗的外型 它可能會多跟你聊上幾句 然後我朋友開出去之後 人家就說 欸 這2008欸 你這個車是2008年生產的 並不是 好嗎 它代表的是這台車 它的型號 那408大家會說什麼 你這台車 編號是408號 不是 好嗎 再一次強調 這個是它的車型名牌 這個是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另外在整體的線條上面 其實它也很特別 例如車側 很多的線條延伸 會一直到車側 為的是什麼 一樣 它要強調的是仿身 在線條上面 其實各家廠商都有 而且現在也會呈現得比較複雜 但是你會發現 發系車在有一些設計上面 跟其他廠商還是不一樣 例如說 輪拱上面會做一個切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輪拱上原的切削 並不是完整的切削 它切到某一定程度的時候 突然又出現一個弧線 這個是在其他廠商不會做這樣處理的 另外這一台車 它也是有一些跨界的元素 例如說輪拱上方 或者是側裙 用上了一些黑色的防刮材質 其實強調的就是什麼 它有一些跨界休旅車的元素在 那你說仿身 結束了嗎 沒有 除了車頭 車側 獅子的肌理線條之外 一直延伸到車尾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一般傳統車輛 我們會叫它尾翼 但是不一樣的是 在408上面 這個是貓科動物的耳朵 那整體來看 你看車側 加上它的肌理線條 獠牙 貓耳 其實設計師想表達的 你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貓科動物趴在地上 正在植服等待出擊的那一刻 所以我才會說 這一次的設計 仿身結合得非常好 不只外觀喔 等一下內裝也看得到 好 特別的地方 來跟大家提出來 輪圈的部分 雙色切削 這個也很常看到 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輪胎尺寸是19吋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胎寬是205 只有205喔 通常19吋的輪圈 它的胎寬不會只有205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特殊的規格 你去看喔 它標準配胎是 米其林的Primacy系列 但是它用的是ePrimacy 那這個ePrimacy通常 會比較常常搭載一些 純電車 油電車上 那為什麼要搭這一條呢 從它其他設計 你也可以看出 這台車其實要強調的 就是車內的寧靜感 從它搭載了ePrimacy之外 你看看它的前窗 它居然搭載了雙層玻璃 雙層玻璃不僅防暴 它同時對於隔音 也會有一個很高的標準在 所以這一台車 從這些規格看起來 你就可以想像 它一定開起來 有一定的寧靜的水準 另外在實用性的配備 例如說我現在開門 然後我上車了 下車要離開的時候 基本上我連鑰匙都不用拿 我只要戴在身上 然後我離開車子一段距離 它就會自動上鎖 那我在回來的過程當中 我什麼也都不用做 我只要靠近 它就會自動打開 所以有些人會去抱怨說 這個Kittis只有駕駛座有 後面沒有 副駕駛座沒有 對於獅子這個廠牌來講的話 這些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它都是全自動的 這個也是它跟其他廠牌 設計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車身尺寸大概四米六八 軸距兩米七多 是一個很標準 在台灣很受到歡迎的尺寸 所以我前面才會說 如果你很猶豫的話 去看看408吧 好 我們看一下車尾 我們常常在試駕的時候 我常常會說 我最喜歡某個角度某個角度 通常都會是在車頭 因為很常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車頭很好看 一直到後面就越來越普通 但是你會發現408 它在車尾的設計上面 它一樣在比例以及設計上面 相當的出色 甚至在整台車看起來 都有一點像概念稱 那麼不真實的感覺 那尤其你從低角度去看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元素 或者是它的堆疊非常的豐富 壓尾 線條也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後面 下斜得非常快 非常流暢的線條一直到後面 營造出一個就是前面提到的 一個鞋背的設計 那另外 仿身設計 難道只有到這邊就斷了嗎 沒有喔 到尾燈 還有什麼 施爪 施爪的尾燈 這個也是GT上面 才會是這個造型 如果是入門的話 它不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會比較平淡一點 但是GT開始的話 就會是這樣的造型 而且它在白天你一發動的時候 它就會亮起來 所以它的辨識度是相當好的 後面同時也會有一個 GT的尾式 甚至在下保桿的部分 它的造型也是做得相當的多元 那麼行李箱開啟的方式 你可以GT以上 使用腳踢感應尾門 或者是手動按一下電動開啟 或者是遙控器開啟都可以 在這邊它做了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這一個 後遮陽板直接黏著它的尾門 直接上線 所以打開之後 你可以享受到鞋背車型 所帶來的便利 以及它的行李箱空間 已經到了536公升 即便是這樣的車型 它看起來有點像轎車 但它又不是轎車 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間 又可以比你SUV 這個是它可怕的地方 另外 戰板它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它提供的是備胎 現在比較少見了 那麼在椅背的部分 中間有一個雪橇孔 你也可以使用64分離傾倒之後 它的公升數可以來到1611公升 表現相當出色 兩邊有拉把One touch 一拉就可以快速的傾倒 所以我才會說 這樣三位一體的車 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的優勢 好 第一個 它有迎賓的座椅 但是方向盤的 它並不是電動調整 它是手動調整 我們先來說一下 你購買到GT車型的話 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黑色的頂篷 這個是很標準的操作 GT的話 聯想到的 就是比較運動化的車款 搭配的是深色頂篷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在上下車的時候 你會看到金屬的移民踏板 金屬的煞車油門踏板 以及行李箱後面 有一個金屬的門檻 這個也是GT才有的 甚至它有GT專屬的腳踏墊 配上礦石綠的車縫線 那礦石綠的車縫線 不只在腳踏墊 你在中控台 你也可以看得到 在門邊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在方向盤 也可以看得到 礦石綠的縫線 以及一個GT的灰式 這都讓你的車內的質感表現 可以更豐富 也可以更好 另外 到了GT的車型 還有一個很重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的儀錶板 儀錶板的部分 如果你購買的是入門的車型 那我只能跟你說太可惜了 因為像寶詩新世代的車款 它是裸式3D顯示的 非常有特色 那透過螢幕 你可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感受到 視差以及位置不同 所帶來的3D感受 那鏡頭 我們用的鏡頭只有一個 所以拍攝的話 你會感覺很平面 但是我們側一點拍攝 你就會發現 它的螢幕是分成兩層的 所以堆疊在一起 有一個3D的效果 2D 3D 看不習慣 也可以使用2D 那另外一個特色 當然就是發系車 它採用的 都是懸浮式的儀錶板 意思就是說 你在閱讀儀錶板的時候 一般車輛是透過方向盤 中間這個空位去做閱讀 但是發系車有一個特色 就是儀錶板 閱讀的位置 或是在你方向盤的上緣 有些人會說會被擋住 但是如果你對發系車夠了解的話 調整的位置 只要調得夠好 它都是不會被擋住的 而且閱讀起來 它基本上 有一點像 類似抬頭顯示器的這種感覺 裡面顯示的色彩非常的豐富 那資訊也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去做調配 像我現在做的是 右手邊 它是地圖 中間是雙元式儀錶 在中間的話是AIDA系統 所以左邊的話 顯示的是我的多媒體 另外我們來提一下這台車 它有一些選配 你是要注意的 我們先來講一下車色 今天我們的車色 它是藍色 它是沒有選配的 但是如果你要購買的是紅色 或者是珍珠白 你必須要加價三萬塊來做選配 另外你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雖然408有提供銀色可以購買 但是如果你購買的是GT 或者是今天的這個GT Premium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提供銀色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法國人對於這些美學的東西 對於色彩來說的話 他們有他們的堅持 那其他像是灰色、黑色、藍色等等 是全系列不用加價的供應 那另外這一台車 GT Premium的話 它還多了我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座椅的部分 駕駛座十項電動調整 副駕駛座六項電動調整 同時駕駛座還有提供兩組的記憶功能 而且兩邊都有加熱的功能 而且還有電動按摩 而電動按摩的部分 按下去之後 我覺得它對於仿生的設計 這邊也融合得很好 你看喔 它有腰椎的 肩膀的 舌形的 還有一個 側面按摩 碟式 那還有一個它的招牌 就是貓掌 對 獅子呢 它是貓科動物 所以它把它裡面的按摩 它把它取名為貓掌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仿生設計的結合 我覺得它的主題性非常非常的明確 然後裡面也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logo 廠徽跟車外 它是結合在一起的 主題性喔 我認為是很強烈的 那另外 剛剛提到的這個座椅喔 它其實還有選配一個東西 叫NAPA的皮革 它的選配價格是9萬塊 那你可能會問我 需要選配NAPA的皮革座椅嗎 畢竟它有9萬塊不便宜 那其實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不用選配的 為什麼 因為到了GT車型 它基本上跑車座椅之外 它採用的是三材質 一個是皮革 一個是織布 一個是脊皮 所以基本來說 它的質感表現已經相當出色了 除非你非常迷戀 整張座椅都是皮革的感覺 你再來考慮 是不是要花9萬塊 來選配你現在看到的座椅的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選配就是這個 大面積的天窗 同時它是深色玻璃 有附遮陽簾 手動開啟跟關閉 它的價格是6萬塊 最後一個選配它很特別 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才會出現 這台車就有選 怎麼看呢 儀表板左上角有一條道路 旁邊有一個月亮 代表這一台車它有選配 夜間的輔助視覺功能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是在夜間的時候啟動它的樣子 那它的選配價格是10萬塊 你又會問我 我需不需要選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見仁見智 如果你每一次使用車輛的環境 都特別特別暗 或者是說你的眼睛不好 或者是說你對安全 尤其是夜間的安全 特別特別要求的話 你可以選配這樣的系統 它是透過紅外線 來幫你辨別周遭的環境 你可以斟酌來使用來選配 那另外很特別的就是 這一次啊 408在中央螢幕上面 做了不一樣的琢磨 這個很值得我們來細細的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操作的這一列 有五個的虛擬數位快捷鍵 結合上面10寸的儀表板 那這個快捷鍵呢 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去做自訂 那使用的方法呢很簡單 如果你要自訂下面的虛擬列的話 你就隨便選一頁 因為你也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可以設定下來 沒有關係 按著下面你要改變的地方 上面的大螢幕 就會重點的幫你標示出 有哪些你可以向下拉 變成你的喜好 假設我很常使用座椅 那我就按座椅 那這個座椅的快捷鍵就到下面來 所以下次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按摩 我按座椅 就會快速的打開座椅的頁面 選擇搖椎 按壓 這樣就開始了 那同理喔 我們再選擇其他的頁面 假設這一面好了 看起來沒有什麼可以選 一樣下面長按 原來也有這些可以去做快捷 依照個人的喜好 那相反的 除了下面可以長按自訂之外 上面也可以長按 上面長按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啟前面的3D電子儀表板的自訂內容 或者是你要自訂這一個觸控螢幕裡面的內容 我們隨便選一個 自訂觸控螢幕 你就可以像手機一樣選擇 你要的排版 或者是桌面小工具 或者是增加頁面等等的功能 就把它當手機一樣 我想年輕人在使用上面 非常的快速就可以上手 那裡面調整的東西也有很多 例如說氣氛燈啊 八色的調整 或者是主題色 你光主題色的話 就有很多可以去做搭配 紅色啊 Tiffany的這個顏色 或者是綠色紅色等等 任君挑選 那在GT以上的車型 還有一個就是360度的環境影像 打到倒車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會顯示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單獨顯示前面 後面四個鏡頭 單獨顯示都可以 另外 我認為它在系統設計 很加分的地方就是 不管是MJ Auto 或者是Apple Car Brand 任君挑選 有人喜歡無線 那就用無線 有人要有線 就接有線 使用起來 它是很自由的 另外 下面還保留了實體按鍵 這個是很加分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車 都沒有實體按鍵了 所以導致你在開車的時候 一點手感都沒有 全部要依靠觸摸 但是快捷鍵實體鍵通通保留 首頁直接調整 溫度通通都是可以的 另外再往下看的話 這邊是手機的家 放進去可以做無線充電 再往下看的話 它採用的是線傳 但是它的線傳 跟之前我們看到的2008 排檔感式的傳統造型是不一樣 它變成是有一點像撥桿 撥一下就可以做切換 那麼這邊呢 還有額外的收納空間 還有12伏特的電源 Type-C的充電孔 這邊有隱藏式的製杯架 打開之後 它是可以放台灣700CC的那種手搖引 還有電子的手煞車 額外的置物空間 中央輔助打開裡面 還有另外一組Type-C 還有其他的置物空間 整體來說 發洗車不只外觀特別 它在整體的鋪陳的格局上面 其實設計感也是相當相當強烈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後座吧 後座的部分 玻璃採用的是深色玻璃 你看我打開來 跟關起來它的亮度差很多 深色的跟天窗是一樣的 那在內部空間來講的話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很多 尤其是腿部空間 前座我已經調整層的標準座姿 我身高是180公分 那它的座椅後面 因為有做一個內凹的部分 如果是對準內凹的部分 西部空間居然可以達到兩個拳頭 如果往旁邊沒有內凹的部分 大概是一個拳頭加三個尺頭左右 西部空間可以說是非常的寬裕 那頭部空間的話 就沒有傳統休旅車來的這麼大 而且因為是黑色的關係 所以它的壓迫感受也會比較重 這個你看到的外觀 你就知道了 畢竟它還是要有一個斜背的造型 它的車頂下降得要比較快 所以頭部空間大約是在四個指頭左右 其實比一般休旅車大概差一到兩個指頭 差不多 但是感受上面其實就會有差 另外在腿部的支撐上面其實是有的 但是座椅沒有算太長 但是也不是短的那種 我覺得是剛剛好 沒有特別突出 椅背 椅子的角度 也不是特別倒或特別挺的那一種 坐起來它也不能調整 其實就中規中矩的 那中間它採用的是平面式的座椅 再加上車寬其實也表現不錯 所以坐三個人其實也是OK的 另外呢 中間雖然有一些些的隆起 不過幅度並不算太高 影響也不會太大 中間非常好 有冷氣出風口 後面再加上兩組的Type-C 順道一提這一台車 車上所有的充電孔或者是傳輸孔 全部採用的都是Type-C 那麼再往下看 它有提供小小的收納空間 中央扶手拉開之後 這邊可以放手機 小東西 還有兩組的製杯架 當然後面還有ISOFIX 好 我們上路試駕吧 現在幫大家試駕的是寶石的4.8 我們先來驗證一下前面我講的 你從外觀來仔細看 其實你在展接如果沒有機會試駕的話 我交給大家一個Payboard 就如同我前面講的 你仔細地去觀察一下 它所搭載的配備以及它的設計 你就會略遲疑 例如說前面提到的ePrimacy的輪胎 雙層玻璃的搭載 其實以這個價位這個級距來講的話 很少看到雙層玻璃的搭載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誠意所在 那麼雙層玻璃它究竟會差多少 以及ePrimacy會差多少 我現在讓大家來聽看看 夏天呢就是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殘叫聲 非常的困擾 那各位可以聽一下現在車外的聲音 然後等一下呢我把窗戶給打開來 讓大家聽一下它們有多熱情 進入了車內之後 你一定可以很快地感受到 不管是路面的噪音 或者是戶外的殘叫聲 都非常非常的明顯 降低了不少 這個就是雙層玻璃 它厲害的地方 它在整體的行路質感上面 很安靜 很舒適 再來呢 內裝的設計 剛剛已經看過了 但是上台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還是不得不多看它幾眼 你看 我試駕過這麼多車喔 法系車是少數 我上車之後 設計 它的設計 我是會一看再看的 真的就是這麼特別 這就是一種法國人它獨特的品味 好 408它所搭載的引擎 以及變速箱 讓大家了解一下 它所搭載的引擎 是一具1.2升直列三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130匹 最大牛力是230牛米 搭配的是巴速等手自排變速箱 那麼這一具引擎 也因為它的排氣量很小 然後呢 也少了一缸 是三缸 所以它不管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或者是油耗表現上面 都相當的出色 每公升 平均油耗是 16.3公里每公升 再來呢 也因為它的排量 非常非常的小 不足1200cc 所以在台灣每一年要納的稅 基本上不到1萬塊 8600多塊而已 這個是它所帶來的優勢 那麼有些人一定會發問 欸 醫生請問一下 難道台灣賣的408 只有單一的power chain嗎 不好意思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能會問 難道沒有其他的排氣量 其他的選擇嗎 其實是有的喔 還有1.6 但是它就是PF的 那我想啦 408在未來一定也會朝向純電化來發展嘛 對不對 1408 不管哪一個車型 目前保駕聯合我也詢問過了 他們目前正在積極的爭取當中 可能請大家稍安勿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等一等 可以再看一看 但是我在這邊要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你講求CP值的話 其實一定就是這個1.2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它的價格是最親民的 不管外觀 內裝設計 以及它給的配備來說的話 其實都給的非常足夠 其實這一款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那麼在整體的駕駛過程當中 它提供了三種模式 像我現在用Eco 因為我在下山的過程當中 其實用Eco就很足夠了 Eco的話 想當然了 它就是強調的就是什麼 省油 更多的滑動 就是滑行 讓它可以節省油耗 那在動力輸出上面會比較保守 再來就是標準 再來就是運動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去做一個調整 那麼前面剛剛講到 這是一個高CP的這個選擇 也包含它用上了集團 最新的模組化底盤 這個模組化底盤 它不只408 308 或308 SW等等 都是用這一組底盤 而且在整體駕馭起來的感受上 以及你看到的一些配備 我會跟你講 發系車真的很奇特 為什麼 前面採用的是賣花城 後面採用的是扭力量 對 你沒有看錯 發系車其實很喜歡用扭力量 但是奇怪的是什麼 不管是它講求舒適的啦 它講求運動的啦 大的啦 小的啦 很常看到就是厚扭力量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開上路之後 尤其到了剛剛的山區 根本就是回到它家一樣 你說開起來在彎道上 那種感覺會讓你覺得很奇特 而且在過彎的信心上面 會給你非常足夠 這個是很特別的地方吧 另外小口徑的方向盤 在轉向起來的感受上面 跟其他的日系車 跟其他的歐系車 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體驗 你會覺得 車身好像滿大的 但是轉向起來 方向盤給予你一個 很精準的轉向感受 所以你常常會聽到人家說 你只要開過發系車之後 你就回不去了 它是很迷人的 但是你問它為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說不出來 我會這樣跟你解釋 發系車它的精神是這樣 同中求易 有一些地方 就跟人家不一樣 這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小地方集結起來 就變成發系車 它很獨特的個性 不管是它的設計也好 開起來的感受上也好 我想這個就是法國車 它非常迷人的地方 另外一點 來講講它的安全 以安全來講的話 發系車安全不打折 不管你購買的是入門款式 中階款式 還是今天最頂級的款式 它的安全配備 通通都是一樣的 六具氣囊 循璣防禦系統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這些通通都是有的 甚至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全車系都是標準配備 另外 之前我在試駕2008的時候 它如果要啟動Level 2半自動輔助駕駛的話 它其實是要從方向盤後面的撥桿來啟動 但是在408上面變得不一樣 它直接整合在這個方向盤上面 所以你直接第一次開就可以肉眼看到 然後來做調整 跟之前要盲操不一樣 當然開久了意思都是一樣 只有一開始使用會有差別而已 那我現在直接來啟動它 那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車道維持系統 自動跟車系統 當然還有Stop & Go等等這些東西 而且我覺得它做了一個很好的整合 就是速線的辨識系統 那它當然帶來很多好處 就是當你沒有注意的時候 但是它會透過鏡頭來辨識目前的速線 這個時候 它不但會秀在儀表板上面 下面還會寫一個OK問號 當你看到OK的時候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方向盤上面的OK 它直接就會把你的速線改變 變成目前的最高速線 讓你不至於超速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整合 使用起來它很直覺 而且我也覺得很可愛 它常常在問我說 OK問號 OK問號 然後我每次就按OK OK OK 開起來非常的省心 好 那麼最後你可能會說 宜辰你一直在說這個車設計得很漂亮 其實這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情 我覺得一個好的設計 它是可以讓大部分的人看了 都覺得好看 很帥 這樣基本上它就已經成功了 那408這個車是怎樣 我私下有一些朋友就知道 我昨天就會拿到車了 私下打電話給我說 欸醫生可不可以麻煩你開來 讓我看一下就好 我很少遇到我的朋友 會私下打電話來說 欸可不可以 拜託 開來看一下摸一下聞一下這樣 也就是發生在發洗車上面 好 當然我還是要說 美醜 在個人 那你最後一定會問 有沒有什麼缺點 基本上408這個車 你找不到什麼明顯的缺點 真的要顯的話 其實它的動力即便調到S檔 數據不錯 有230牛米 但是在輸出上面 其實還是偏向比較保守 好 那麼發洗車 真的是在我心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所以我想保濕的車是這個樣子 不只買的是它的底盤 操控 這些配備 設計等等 其實更多的是在彰顯你的 一個很獨特的品位 很多人是因為品位而去買單的 那麼我想保濕的車 我試了好幾台 我想這樣的觀點 我是非常的認同 那麼不管你在等的是1.2T 或者是1.6的EHF 或者是1408以上的試駕心得 不管優點缺點 或者是我生活中的小故事 通通跟你分享 希望對你構成有幫助 我是影響 我們下次見 掰掰